这道老式锅包肉是我们下馆的必点的一道菜 其实也就是几块钱的成本呢 在饭店就能卖到五十八 今天小厨来教会大家 喜欢吃老式锅包肉的家人们跟我一起制作吧 首先我们最好选择猪的鲤脊肉 因为鲤脊肉啊是猪身上最嫩的一个部位 然后我们改刀切成比一元硬币厚一点的薄片 然后大的地方啊咱们中间拦上一刀 再用清水啊浸泡十分钟泡出血水 这个时间段啊咱们来切点配菜 切点葱丝胡萝卜丝香菜姜丝和蒜片 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空碗中加入一勺的白糖 一勺白醋少许的生抽 再来点橙汁 没有橙汁的话咱们补放也可以 再来点青盐呢 中和味道咱们搅拌均匀 小厨每天都会分享一道简单好吃的家长菜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您先帮我点个赞呗 就绕着屏幕帮我点点一下 辛苦您了 泡好的里脊肉啊 我们钻干水分 加入少许的料酒 精盐胡椒粉 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接下来咱们调糊 肉和淀粉的比例啊是一比一 我们加入两勺淀粉 一勺的清水 咱们给它抓拌均匀 抓至粘稠 像视频当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加入半勺的使用油 一定要把油啊和这个护浆抓至融合 这样在炸的时候不容易崩 也不容易粘连 咱们有很多的家人呢 掌握不好油温 咱们可以用一个木头筷子沾上水 再放入油锅里 瞬间起大泡了 这个就是五成油温 这个油温呢就可以下入肉片了 我们一个一个的下入锅中 这个时候啊千万要小心 千万别烫到自己的手啊 然后我们炸至定型以后啊 给它捞出 油温我们再次升高以后 我们将肉片下入锅中进行复炸 经过复炸的肉片啊 外表会格外的酥脆 我们小火炸至金黄色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盛出粒油了 然后我们锅留少许底油 下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咱们开大火呀熬至粘稠 再把切好的配菜和炸过的肉片啊 咱们下入锅中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开吃了 锅包肉啊像我这么做 那可好吃的 看完这个视频呢 你上我的主页巴拉巴拉 全都是简单一学的家常菜 最后呢小厨还是那句话 您关注我 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您了 订阅一下 练成